HELLO 大家 國際服有推出新寵物啦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競屬玩家最期待的女娲 那麼影片內的新的感想 純屬兔兔個人想法 各位當個參考就好 那我們開始吧 女娲的獲取方式 在寵物秘境 平均寵物秘境的入手數據 落在120-180顆左右的電池數 大約為2000-3000轉左右 如果不在這個數據的玩家 不是非常歐洲 不然就是很非洲 那麼這次兔兔抽了162顆電池 花費2770轉 這數據給想入手女娲的人 當個參考 這次的女娲為競速起步蟲 在QQ飛車當時推出女娲的同時 是有被改過特性的 最一開始的特性是 起步35秒內提升小噴最高速度6公里 小噴動力加10% 飄移結束可立即獲得10%的機器 這特性非常非常的OP 每次飄移結束可馬上獲得機器 但最終推出時 卻修改了女娲的特性 改成起步立即獲得20%的機器 小噴動力從10%增加為12% 這修正似乎在守護貪婪的地位 不要這麼快被取代掉 以及維持競速場的遊戲平衡 這邊就放上女娲和貪婪的對照圖 女娲與貪婪最大的不同 在於起步的動力加成和機器的方式 女娲屬於一開始 直接給你20%的機器量 這20%如果搭配麥拉倫的 50%機器 同等於起步就有70%的機器量 非常容易在第一個彎道 就可以領先衝出去 搭配12%的小噴動力 可以讓速度瞬間提升 對於起步是非常強勢的特性 但這特性的缺點就是 需要高超的競速技巧和高強度的專注力 否則非常容易撞牆導致失誤 太郎則是30秒內 每秒自動機器5% 氮氣最高速度加5.2公里 屬於自動機器類型的起步蟲 兩者在速度比較起來 其實並沒有差距太多 一個是6.7公里 另一個則是5.2公里 唯一差別在於機器的方式 就留給玩家自己作選擇囉 那麼女娲真的能取代貪狼嗎 這邊兔兔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這答案僅限於高端的競速玩家 在剛剛兩者的分析圖提到 女娲在起步的機器量以及小噴動力 更容易在起步搶到更好的位置 在起步上明顯優於貪狼的特性 突如自己在搭配女娲的實際跑出時 也能明顯感受車子的瞬間加速 但由於加速度太快 容錯率低 其中的進駐細節要處理得更好 否則15狀強不是加強便飯 需要的專注力比平常高上許多 所以只有競速大牢 能發揮出女娲的真正價值 至於貪婪少了女娲的小噴動力 但是擁有30秒的自動機器和氮氣體數 可維持較高的容錯率 跑起來也比較舒適 如果不是太在意那小噴動力 是可以考慮使用貪狼的極其特性 來平衡在起步時的緊張感所導致的失誤 以整理數據來看 女娲確實有強過貪狼一點點 可是這數據是女娲沒有失誤的情況下哦 像兔兔這類型的競速菜雞 就繼續用貪狼吧 中間競速大牢可以考慮換女娲來提升自己的紀錄 其餘的就用貪狼或者獅王就可以囉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